因为猫屋里有空调 现在小胖也都住在里面 不愿意出来了 然后他自己的狗窝呢 就彻底闲置了 狗窝的后面是我们家采光景 大概还有四五平的空间 一直都浪费了 把狗窝挪走 这个空间就能利用起来了 之前咬咬每一次 都是从狗窝这上面爬出去的 这两天又听邻居说 头位的流浪猫 眼睛被人用弹孔打瞎了 听到这种事儿真的很糟心 狗窝挪走以后 这边的围栏就太低了 为了院子里这群小家伙的安全 围栏要一根一根的给加高 现在回想一下 之前走来我们家蹭饭的 咬的那几任前女友 已经好几个月都没看见 这几天我们打算去 调一下小区的监控 那个玩弹孔的邻居 我知道你能看见我这张视频 我希望你明白 网络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围栏加高以后 再在上面加一些装饰就OK了 我在这边忙的是不可开交 这几个臭猫在后面 悠哉悠哉的 好想送他们去打工呢 现在腾设的这个空间 给他打扫干净以后 就可以给院子里的猫们 摆一点猫渣板啥的 这个小橘子们 贼喜欢的跑步机 就可以放上去 但是现在放在户外 风吹日晒了 必须要给他做个探话 这样才更耐用一些 放过去以后 反反这个小神经病 就开始玩了 然后瑶瑶呢 就在旁边研究怎么出去 别研究了 那那么高你出不去的 以后都不许你出去了啊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见没有 我收养的流浪猫 帮我找回了走丢的棒猫 上午遛狗的时候 门没关好 大壮趁机从门缝溜出去了 一直到下午三点 我才发现大壮丢了 然后赶紧带着八条出去找他 大壮 大壮 我们在小区里转了好几圈 天都黑了 还是没有找到大壮 邻居们也给提供了一些线索 但是在找的过程当中 我们甚至连一声 类似大壮的猫叫都没听到 没办法我就回家试了试剪刀法找猫 希望大壮能快点回来 再出门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 这个时候咬我一口也出来了 我看到他跟八条简单交流了一下 然后就带着我们朝一个方向走 咬我一口是我收养的流浪猫 因为一直是散养的状态 所以他对小区的环境非常熟 大壮 大壮 他先是带着我们来到了一个流浪猫卫食点 大壮 大壮 在那边没有找到大壮 他就继续带着我们往前走 这一次真的是跋山涉水 我们走了好久好久 终于来到了第二个流浪猫的卫食点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 经常来我们家蹭饭的厚脸皮子 跟厚脸皮子在一块的一共有四只猫 但它们当中没有大壮 厚脸皮子 给你看看这些大壮的照片 记得把它带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我说的话 接下来找大壮的过程 他一直都跟着我们 这个时候已经凌晨一点了 后脸皮子看起来都不想动了 很快咬我一口眼泪了 不过他很快就又打起了精神 继续带着我们往前找 这都到大门了 不会出去了吧 咬我一口在地上打了个滚 然后又闻了闻 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 就直接冲着旁边的院子跑过去了 怎么了 大壮在这里面吗 大壮 大壮真在这 过来大壮 从这边过来 大壮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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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壮 过来大壮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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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吓坏了 早到了 早到了 你又给我吓死了 可能大壮 看来这大壮也饿了一天了 回来第一件事就赶紧吃饭 贝克把咬我一口累坏了 没事 你先睡吧 等你睡醒了 我给你开罐罐 又是让八条帮我取快递的一天 我可真是太难了 我一共是养了六只猫 最近我突然发现家里猫粮吃的贼快 尤其咬我一口那个小单间里面 一天就要加好几遍粮 直到有一天下午 我连着看到好几只小流浪 那时候我才明白 原来我这猫咪小院被他们当成自制餐厅了 这导致家里的存粮很快就消耗完了 所以我就赶紧买了一点 这下让八条过来跟我取快递 因为他可以帮我拉小推车 猫粮来喽 这个猫粮是肉包肉的设计 能看到每颗猫粮上都裹着冻干碎 猫咪看到就馋得不行 它里面有高达82%的肉含量 零穀物零有时剂零肉粉 还特别添加了200亿活性生菌 呵护猫咪肠胃 看他们吃的差不多了 我就又倒了一点猫粮放到屋顶上 这样那几个小流浪跑过来的时候 就也能尝尝了 毕竟天越来越冷 有足够的食物 也就能帮他们撑过这个冬天吧 我已经放弃跟八条在院子里斗着斗勇了 因为不管我怎么努力 它总有办法翻出去 所以现在我在院子里的时候 才会让它出来活动一下 平时其他猫生活在院子里 而它跟我住在屋里 满意了吗八条 考虑到八条是个射牛 可能它确实需要很大的活动空间 所以我只能像遛狗似的 没事带它出去玩 但是这过程被咬我一口看见了 它可就不乐意了 心想怎么不带我出去 没办法 我只能把这两只狗一起遛了 还一起啃草 你俩关系有这么好吗 不是 你俩这啥意思 怎么那么奇怪呢 啥 不合适啊 瑶瑶 你干啥呢 八条 你听我说 你嘎了 咬我一口还没嘎呢 完了 八条又跟咬我一口爬不顶上去了 这会儿不把他抓住 待会儿就得满咬去追他跑 八条 过来 快点回来 这会儿用正常声音叫它已经没用了 八条 快点回来 八条 八条 过来 诶 真乖 对 快回来 真乖 你他妈的 你死定了 对你夹的时候才打理我是吧 今天要把小猫屋好好收拾收拾 这块大玻璃是猫屋的门面 必须得擦干净了 别看小胖在旁边瞅得那么认真 这玻璃上的叶大多数都是他的口水 擦完了还得上八条来检查一下 怎么样 条总 还满意吗 我瞅瞅 还行吧 我有时候真感觉猫毛跟树叶很像 特别是换季的时候 那树叶子啪啦啪啦的掉 猫毛也是满天飞 看那猫屋里哪哪都是毛 我瞬间鼻子都不舒服了 尤其偶活 简直就是个行走的蒲公英 摸两下能掉一堆毛 以前猫跟我住在屋里的时候 我买了个空气净化器 它后面那个超大的进风口 能把毛发和沉满都吸走 然后我就又买了一台放到猫屋里 这样猫屋里的空气也就能干净点了 收拾完猫屋再把小猫粮的水壶刷一刷 厚脸皮子 不是不知道你来了吗 你怎么又来了啊 她直接就冲着咬我一口那小蛋煎去了 肯定是饿了 跑我们这儿来吃自助餐来了 咪咪 哎呀 哎你让摸呀今天 哎你好乖呀 那我给你拿点猫粮吧 先看一下这里面还有没有 没多少了我再给你拿点 如花你滚了你用我的人要 如花你死了 吃了没两口突然斩脚不追劲 被咬我一口发现了 被咬我一口发现了 他在这儿楼上远挥 年龙子 一项 一项 最后一幕一项 也不忘了 我给你吃了 我感觉吗 它还有一个颈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